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智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绝晶在自己主场先下一程 拿到了总决赛第一场胜利 对于绝晶而言 他们整个系列赛还没有结束 只是拿到了首胜而已 考虑到热火这支球队的任机 接下来绝晶可不不能掉以清晰 那么在第二场开始前 哪些绝晶信息值得关注呢 大家都知道 第一场比赛的时候 绝晶一度取得过20加分领先 但最后一节被热火打出了悬念 热火调整防守 策略是一方面 绝晶在大比分领先的时候 放松则是另外一个方面 绝晶在比赛中有习惯性放松的情况 无论是常规赛还是进后赛 约基奇作为球队核心 他这边也是认识到了这一点 约基奇在第二场比赛开始前 也是正式下令了 职业球队要全场保持相同的心态和注意力 约基奇说的没错 热火能打进总决赛 并不是买给 他们肯定有过人之处 不要给热火任何追分的空间 否则就是在给比赛制造难度 其实只要绝晶能保持48分钟的专注 这个联盟还真找不出对手 至少从本赛节来说 热火输掉第一场后 他们肯定会调整 千万不能低估热火的反弹能力 马龙作为绝晶主帅 他们这边也是位于筹谋 马龙猜测热火会率先发难 并且尝试压制球队 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 和绝晶对垒 必须要做到强台局 因为一旦绝晶这样的球队领先 那么后期追分难度就很大了 他们控场能力实在是太强了 要说绝晶现在要做的事情 那就是更好的拆解联防 想必马龙已经有了应对之策 热火联防很猛 这是他们晋级总决赛的关键所在 不过热火的联防在约机器面前 很快就会被瓦解 可以预见的是 热火会在第二场比赛 大量实践改变防守策略 当然了 绝晶这支球队大家也都知道 今年季后赛着实太难防守 而热火这边要说这轮系列赛的关键 那就是如何防守约机器 绝晶前三轮比赛已经证明 完全限制约机器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能让约机器慢下来 以及降低效率而已 就热火内线来说 唯一能用的就是阿德巴约 阿德巴约是独苗 不过阿德巴约和农媒相比 两人都有一定的差距 农媒都没占到便宜 更何况阿德巴约 即便如此 巴特勒在第二场比赛前 还是给阿德巴约提出了希望 巴特勒希望阿德巴约 继续保持主动和强硬 巴特勒说的没错 放守约机器是不可能的 但如果能给约机器制造一些犯规麻烦 那么比赛还有得打 阿德巴约下一场比赛 必须一拿球就冲击约机器 给约机器造成一些压力 要不然比赛也会呈现出 和第一场一样的结局 斯波大家都知道 他的能力毋庸置疑 是联盟顶级名帅之一 大家都很期待第二场斯波的调整 看看有没有办法针对决金 斯波在第二场开始前 点出了其中两点 第一 绝进队友身高 第二 绝进内线被保护得很好 就第一点来说 这是天然的烈士 热火的体型比呼人还要小 甚至连防守队位 戈登的球员都找不到 至于第二点 这是热火第一场比赛 三分投的不好 必然出现的结果 热火三分球投不进的时候 绝进自然会收缩防守 热火在整个季后赛中 他们的三分球其实很不错 就看看下一场比赛 能不能在三分线外有所回应 假如热火能命中更多的三分球 那么比赛还是有机会 如果继续保持低命中率 绝进就偷着笑了 Tiers作为民宿 他这边也是预测了这轮系列赛的结果 Tiers一点都不掩饰 直言热火在丹佛一场比赛都赢不了 绝进会大比分4比1胜出 从第一场比赛节奏来看 热火的确没有任何机会 不过大家也要相信热火 热火这边肯定也会有反弹 不过这轮系列赛的结果 大概率是绝进胜出 而在G2开始前 最新一期FMVP榜单出炉了 从排名来看 约机器毫无悬念地排在了第一 有意思的是 从第一到第四 都是绝进球员 第五是阿德巴越 其实从这方面来看 也就知道绝进有多被看好 不得不说 绝进今年抓住了机会 只要接下来不出现伤病 那么总冠军基本就到手了 另外热火这边不至于被横扫 会赢其中一到两场 除了在备战总决赛的热火与绝进以外 大多数NBA球队都在筹划休赛期的球队的补强方案 最脱腾的可能就要属于勇士了 如果不做出调整 下赛季球队的总薪资可能突破2亿 奢侈税会达到惊人的3亿之多 在勇士被胡人淘汰后 就传出克莱汤普森和追梦格林 愿意降薪流队的消息 过去这个赛季格林为勇士出战73场常规赛 场均得到8.5分7.2篮板6.8助攻 季后赛12场 格林场均得到9.4分6.9篮板6.8助攻1.5抢断一盖帽 单纯论口碑 格林和汤普森差别极大 格林一直与争议和流量为伴 叫他击犯这些词与他形影不离 汤普森则是有名的打球干净的球员 在联盟口碑极加 不过打球你不能拿到的标准来看 更应该看谁更加不可替代 格林除了防守和传球 他还是球队更衣室的领导者和气氛制造者 他的要价肯定比汤普森更低 追梦唯一的问题是 乔丹普尔已经跟他视同水火 或许他们都能留下 否则 水花坠可能已经打完了他们的最后一场比赛 克莱下赛季的薪资是4321万 也是克莱最后一年大合同 这也意味着勇士需要在下赛季提前续于克莱 以免出现其他球队争强的情况 勇士有意提前续约 开出两年4500万的 也就是克莱下赛季拿完顶心 还能拿到两年平均每年2250万左右的合同 对于到时候已经35岁的克莱来说 完全不亏 并且球队会根据克莱的表现 继续开出合同 以保证在不影响勇士整体薪资空间过高的前提下 让克莱在勇士达到退役 不过克莱团队却觉得勇士毫无诚意 克莱想要在合同期结束后 拿到一份四年1.2亿的顶心合同来养老 也就是接受一定的降薪 均薪最少3000万 这样的合约显然不现实 勇士目前除了库里有超级顶心 还有普尔 维基因斯的大合同 下赛季勇士的奢侈税就有可能达到3亿 如果克莱继续保持次顶心 勇士在之后几年都会举步艰难 所以球队方面也不能接受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克莱还值四年1.2亿的顶心吗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打个问号 从克莱常规赛数据来看 场均出场33分钟拿到21.9分4.1篮板2.4助攻 投篮命中率43.6% 三分命中率41.2% 并且获得了本赛季常规赛的三分王 这样一看给一年4000万的顶心也还说得过去 不过进入季后赛整体表现的有些拉胯 场均出场36分钟 可以砍下18.5分4.4篮板2.2助攻 投篮命中率38.8% 三分命中率36.8% 除此之外 克莱的横移缓慢 曾经的防守早已不在 加上投射能力也有所下滑 对于球队的作用大不如前 勇士给一年2000多万 绝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要知道这份合同24-25赛季才开始执行 到时候克莱是否还有如今的表现 都要打上一个问号 在看本赛季的勇士时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科尔坚持让水花兄弟首发 35岁的库里和33岁的汤普森 已经是全联盟最老的先发后场组合 老旧意味着防守漏洞和移动直缓 点锋期的克莱汤普森当然不可替代 他是全联盟最好的三弟之一 但是33岁的汤普森已经不是了 他仍然在不断下滑 虽然两次在面对火箭时投进实际三分 但那毕竟是火箭 而在常规赛时 克莱成为对手点灵的对象 给我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 而在禁后赛 汤普森的波动巨大和拙劣表现不断呈现 他的打法很像朱尼尔史密斯 分框出手三分 然后做不出其他方面的贡献 勇士的四个总冠军 克莱功不可没 勇士也用实际行动回馈了克莱 勇士接下来的目标是 围绕库里巅峰的尾巴 继续冲击总冠军 如果真要靠着倾面 给一份四年1.2亿的一架合同 那双方绝对谈不拢 但勇士把克莱扫地出门 钱五一也不会答应 其实自从勇士被淘汰后 克莱承受的压力非常大 我不想回来以后成为边角料 每场只投几个球 然后就默默慢慢地淡出联盟 克莱每一年的休赛期 都会到处云游四海 完全将篮球抛在脑后 但今年的克莱却一反常态 今年因为自己糟糕的表现 让球队提前出局 克莱也决定提前开始个人训练 克莱除了练习投篮之外 在助教的陪同下 还练起了最不擅长的持球突破 汗舍是透了克莱的衣服 每一个人都能从克莱的眼神里看到 他心里的那份坚毅 克莱汤普森在没有出名之前 他的心气就一直非常高 他的父亲是两届冠军的 胡人名宿迈克尔汤普森 假惊富于不愁吃喝 克莱三岁就开始摸球 环象记得雷克斯勒陪他训练 怒吼天尊华来是陪克莱打游戏 就连乔丹和科比都单独指导过克莱投篮 克莱就这样顶着光环进入了高中 高一打棒球 高二大橄榄球 即便是这样 克莱高三把精力放到篮球后 他还是可以做到场局21分 带领球队捧德州冠军 克莱进入大学以后更是一帆风顺 大意当选新生最佳阵容 大二彻底爆发 场均砍下19.6分 打三就成为了孝氏三封王 克莱在进入NBA的八年之中荣誉满身 就连老板都甘心为他下跪 当年至少有三支球队都想挖角克莱 把克莱当作球队老大培养 但是在2019年的总决赛G6中 克莱在一次款工中被丹尼格林犯规 最后遭遇了韧带撕裂 经历了一年的康复以后 又不幸地遭遇了跟剑锻炼 那两年也是库里看到克莱哭得最多的时候 这两次伤命彻底将克莱落下了神坛 虽然去年克莱回归以后 跟随球队拿到了冠军 但是因为不稳定的表现 这让质疑克莱的声音好像越来越大了 而在本赛季西部半决赛里 当詹姆斯选择放空克莱 扑向库里的那一刻 接踵而至的疯狂打铁 让曾经的神射手彻底失去了尊重 遥想当年那些空位三分 对于克莱都是十有八九能把握住的 当佛光不在谱照 G6汤不在神奇 所谓真正的告别 没有劝君更记一杯酒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正午之后 有些人有些事情就永远留在了回忆里 中国有告别那一天 巅峰诞生虚伪的拥护 黄昏见证虔诚的信徒 你们还愿意陪着克莱一起走出低谷吗